我們現在就開始QA的時間 我先問一下現場有沒有要問問題的 你可以用眼前的麥克風 問問題的時候請先說一下你的名字 跟你要問的問題 然後確定你問的是個問題 然後盡量講的短一點 那邊是不是有一位要問問題的 你請說 你好 我想要問愛台語 那我試著用台語問 現在愛台語是一個很好的問站 大家可以去看 東西要怎樣 歡迎要怎樣 也可以 如果你不知道要怎樣說 你也可以去問這東西要怎樣說 但是我整個問站看過 都看不太遠 這樣大家 當大家 講現場 東西要怎樣說的時候 這樣那個辦館要怎樣 那那個 Data是受於愛台藝的 還是受於共產者的 還是大家都報仇習慣的 這樣Data 他要怎麼 搶到別的 服務 服務 這我的問題 謝謝 我可以插嘴問一下 佛系授權的台語要怎麼講 佛 佛 佛 我們拜佛嘛對不對 你打什麼佛 所以就是佛佛 佛佛 佛佛 佛佛的受款 謝謝 受款的問題 如果是停止code的那部分 應該都是照GNV所有的傳染規範 在Github上應該是有 因為我剛才有說 我完全不是工廠所 所以Github我還是看什麼算的 我看不到 不過我比較重點頭有 如果說 共獻者提供伊蘇的公法 這方面的受款 開始說我真的沒想過 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有想過 這個我 可能後天在人講現他的公法的時候 旁邊可能要提醒一下 因為我是希望說 不要去嫁到這個書是 你發明還是我發明的 我真的真的沒想到 有人會嫁到這件事耶 因為有人幫我騙說 那個書就是防曬乳 叫做洞拍歌 這是我差不多是三年前的時候 有人問我我想到的 結果差不多半個月前 有人跟我說 那個書是他發明的 怎麼可以說是我說的 因為我真的沒想到 有人會嫁到這個事情 不過開始有什麼 這是要注意 沒錯 另外還有一個 今天大家三個都可以 忘記你沒關係 網站 台語叫做網站 不是網站 網站 網站就是網仔的站 網路就是網仔在走的路 網路叫做網路 網站叫做網站 你會記得這個就好了 謝謝Liz 沒有現場的問題的話 我可以 QD一個slido上面的問題 然後slido的 Event代號是這個 所以1007R2 你們可以繼續在上面問問題 好slido的第一個問題 是想詢問Liz 是否能夠推出 台語初階四百字 中階八百字之類的工具選編 或者一套工具可以讓台語 麻瓜父母跟小孩一起學台語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剛才有看到slido上面的問題 需要提供資料 我現在已經放在公閉那裡 這條我剛好有放 有教育部有推薦七百字書 就是最基本的 最簡單的 大家可以看公閉上面 也已經有人補充連結 再來就是說 有 簽對這個七百字書 也有民間的單位 應該是新北市政府的教育部 他們有做一個網站 就是讓你比較好用 再來是小孩跟北部 你如果是要 就是我推薦 我目前 我推薦這個有我不好意思 例子從雲代表作 我其實在民視台語 當中有兩幾個 這部是說台語當中是 其中第三集 有所有的 主學主管自學資源的經歷 你如果是說對台語的 相關的第一集 相關的有興趣吃 我上頭的那個 那個list上頭 有每一集裡面的內容 一集都只有21分鐘而已 另外就是新的 上新的 這幾個月才發生的事情 還有沒有他有 尖對幾個月的出 就是漫畫 其中 其中 有一齣是大家都很熟 叫做 有人笑 櫻桃小丸子 有頭丸子 有頭丸子 有去找本來配音的人 用台語當配音 不是說另外用對的 或是真的原本的聲音 要用台語當配音 而且是唱台語的字母 不過因為這是夠沒做的 所以他們不能賣錢 不能賣錢的問題就是 我們大家都買不到 現在我還在想辦法 看能不能用什麼 比較那個方式 讓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好 下一個問題 還是問艾達益 之後有 想問艾達益 之後有考慮增進網站 資安方面的議題嗎 剛剛簡單看了一下 比較基本的 Crossize Script都還存在 甚至後台的Debug模式 也還開啟著 Johnny 你有在嗎 有 在 我看到 我剛剛有看到他 我剛才看到他 逃走了 逃走了 民間 你知道嗎 還有其他艾達益工程師 在這裡嗎 你這個問題 要叫一個一個 就不會好誰的人 回答太困難了 我之前原本也是艾達益工程師 所以 當然就只好回答 我們會回去 努力改進 為了開發上面的方便 有時候Debug的功能 會開起來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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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說還可以說 還可以說 會你就是 有這個機會 一方面是你兒子的便室 一方面是你兒子的合成 這個工作都在做 現在目前 像我知道是 先讓他打招 如果有成功的時候 隨時都會讓大家知道 怎麼求正拍台語 因為其實你台語發音不準 當然是有人 是這個最給你聽 給你求正 你最有效 不過自己可以先做什麼 我覺得你可以先學符合 大陸你把他學起來之後 因為那個符合是共通的 你用語也用得到 你認好一個語言就用得到 你知道那個符合 知道那個符合怎麼發音 你看到那個符合 你就知道自己是哪裡 不對 這是最基本的 好 謝謝例子 下一個問題是問姓妍的 想請問農友 除了訂購之外 是否有更多的日常互動機制 集貨點可以收堆肥 或收生廚魚做堆肥 透過合作的農友回歸農地 請問一下 互動機制這邊 其實農村裡面現在都非常多 農村再生的活動 不管是社區或是讓消費者 可以進來農村裡面 進行一些活動的嘗試 這個都很多 那第二個 那另外一個收堆肥這個 我覺得問得非常好 這個是怎麼樣建立這個機制 是比較 目前有人做 就是像羅東 羅東夜市那邊 它是居民的廚餘嘛 就是由環保署的垃圾車會收 那收完了廚餘他們會做成堆肥 那居民還可以去取用 那堆肥這個 今天其實太少 可能在下次農業再好好探討這個 目前也是在做堆肥的研究 加速它的分解這樣子 那堆肥就農業上 農夫對環境友善 另外一個抵抗氣候變遷 最有力的工具 應該就是改良你的土壤 那就是用堆肥的技術這樣子 那有興趣也感謝這個發文的朋友 有興趣可以再一起討論這個問題 謝謝信妍 下一個問題是針對愛戴義的 他說愛戴義可以讓人發問 跟回答問題也整理了很多資料來源 不過整個 這是剛剛Irving問的授權的問題嗎 好 我現在也說一下 那個 因為對JSERV的問題 JSERV可能是因為他的演講第三場 所以大家來不及問 在slido上面發問題跟投票 所以如果有人急著想要問JSERV的問題 的話 現在也可以像Irving剛剛一樣 直接現場發言 我可以先Cue你上來回答 Cue你的問題上來 下一個問題是想請問馬農 現階段有沒有促進中大型消費端 例如是餐廳和中央廚房等等的地方 採用社群支持型的農產品 和友善糧食的機制 然後要如何讓這個更快發生 其實我對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資訊系統上的問題 因為很難掌握到誰生產了什麼樣的農產品 尤其是在這種友善生產的糧食這邊 因為它畢竟不是一次大量的生產 也不是由那個中盤商這樣去收購 它可能是分批採收的 所以對於資訊掌握上 我覺得這個是要先有這個系統會好一點 那最近像台大小農餐盒 它最近也是停業了 我們本來今年要訂 他說先工修 後來今年就停業 我也不確定為什麼這樣子 所以我在想這是不是其中一個問題 那當然還有一個是生產段問題 這個價格還是有點偏高 所以這個公民資訊科技能不能 就是輔助生產又提供消費端的訊息這樣子 繼續努力 如果知道的話 我們當然是希望促成這個發生這樣子 所以這個生態系就很重要 好 謝謝信妍 下一個問題是問JSERV 請問物理性攻擊空氣盒子 在IOTA計畫要應對的Scale內嗎 感覺如果要Forge Identity或Forge Sensor Data 還是可以從源頭下手 例如我偷排的時候 順便處理到附近的空氣盒子 如果計畫尺度變大 感覺要處理這個部分 好 這個問題非常好 不過性攻擊是一個詞嗎 好 那不是吧 好 就是物理攻擊就好 不用加太多性 有時候我會看這字看很久 好 那這個問題其實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你根本不用做攻擊 你光是設定錯 可能就導致完全不同意義 比方說在我們去年 我們同學呢 在開始做的時候呢 其實很挫折 因為我們忘記設定GPS 就空氣盒子在用的時候 要先做一個GPS的交證 可是同學就是寫錯 所以那個資料一直寫到 羽納國島 你知道羽納國島在哪裡嗎 台灣的東北 再上去 所以他寫成是寫得很挫折 因為資料完全收不到 他一直佈了好多台 都會有這種問題 所以完全不用在攻擊的前進下 光是資料設定錯 就會導致這個空氣盒子是 產生數據是沒有參考價值的 但這件事也不要太難過 因為事實上現在我們台灣有 大概有三千台裝置 所以現在的做法其實很單純 就是透過統計 然後透過一些預測模型 你可以點我們那個 成功大學分三式帳本實驗室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專案 就是這個QQAQ 那就是我們陳達電機的 其他教授在做一件事 就是說他用這個空氣盒子 搭配這個環保署的數據 然後去修正 也就是說去預測說 你現在這個資料是不是 他是偏差太多 所以這件事其實可以透過一些社群 就是透過一些人的參與 讓他這件事可以 可以投一個修正或者提醒 然後但是如果說你真的要 對他做壞事的話 其實目前是可以做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很麻煩 這也是我想要在這個議程提出來 跟大家討論的 其實我們現在做法是從任體那邊去下手 也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的裝置會有分兩種 一個是完全用3D印表 自己完全組裝的 另外是拿到一個有認證過的單位 比方說我們辦一個party 一個sign party 或是之類的一個活動 那當然拿這些盒子出來 然後我們從任體的燒錄 然後到封裝 就是整個包裝起來 然後所以變成說 如果這樣的話 你才能夠確保說 在每一個環節 資料產生的過程中 不然說他會相互 就是同裁 不知道怎麼翻 就是一個 類似做peer review 就是裝置跟裝置相互去檢驗 你只有把這個東西做出來 這個東西才有可信 所以你可以像說 我們講這個經濟誘因 其實還滿遠的 這些客服其實 我們剛把認體剛做完而已 就剛把這個 可以升級的認體做完 所以事實上 在這個環節其實都是要 克服的問題 不過往好地方想 其實全世界沒幾個人在做這件事 所以如果說你對這個地方有興趣 歡迎大家一起來做 然後再來是 還有問到我一個問題是吧 尺度變大 你看前面又性供給 後面又尺度變大 還會一直亂想 那講的尺度變大 應該是說裝置變多 就從3000台裝置 然後變更多了 那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那我們目前沒辦法 給你任何一個答覆 因為說真的 我們才剛才在嘗試 在我們改過的裝置 其實到目前為止 也只有台大 還有城大 還有一些零星的地方 可能就幾十台這個裝置 我們現在規模還是比較小 所以我們現在在跟一家廠商 在看說有沒有辦法 透過特定廠商的一個包裝 然後還有一個監管方式 讓這種可信的裝置數量可以增加 那藉由可信的裝置 然後去修正 一般的那種 就是一般網友自己組裝的 這個裝置的方式 我們還來做 好 謝謝JSERF 謝謝JSERF的回答 不過還是要 身為主持人還是要說一下 我們大會其實是有Code of Conduct 有行為守則的 所以對於這方面的言辭 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下一個問題還是給JSERF 他問的是 因為空氣盒子的準確度一直被質疑 想請問數據校正係數 第三方的氣候資料 會一併被寫進去個別的 last device資料嗎 好 這個問題 就是 校正的問題其實是一個很經典 就是說其實 我們有兩個層面去看 一個是 你可以用很高精準度的裝置 高精準度的感測器去做 然後另外一個 就是 所以那個是一個參考標的 所以一般人說這個 在台灣沒有多少台 台灣就大概只有600多個裝置 有這種 就是 高精準度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剛剛講那3000多台 或是更多台的這個裝置的話 那其實都是要透過這種 相對高精準度的東西去做修正 好 那這個問題其實在問的是說 這個係數怎麼做 那我必須跟你說 這不是我的專業 那這個是你可以去查這樣的 就是眾議院的陳寗智博士 他們在做的議題 那其實我們在做的事情是 就是我在 呃 成大分散室帳門實驗室在做的事 其實是把這個 呃 資訊傳遞的骨幹 也就是說我們這要做的是 資料傳遞 還有說像 呃 任體啦以及這個 硬體的管理 那像這個問題其實很困難 它是需要另外的一個 統計模型去做的 那 呃 你可以看一下陳寗智老師 他最近他也有 也有發表跟這個相關的議題 那 呃 對不起我現在沒辦法回答你 因為這個東西是 還在進行中的 好的 下一個問題是台鐵 還是給Jaceup的 台鐵交通看板的資訊設計 字體會影響識別性 這次的設計也會一起改善嗎 喔這個問題太好了 然後 我講可以講的事情 就是 大家照一個很 很有趣的東西 你看後面那個東西 不是 各位眼睛看到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那個 那個東西叫什麼 叫字幕機 所以其實字體呢 還不是最關鍵的 最難的地方叫做字幕機 那你想一個事情 以台鐵這樣的一個工部門 它其實考慮到一個東西叫採購法 所以 不管做什麼事都要確保說有三家 或者更多家的廠商可以去做 所以你當然可以做一個東西是很美的 什麼立黑體 然後用一個什麼很厲害的那個字體 但是問題是 你可以去訂一個字體之後 你發現怎樣 承包廠商根本不存在 就算存在可能不在台灣 如果廠商不在台灣的話 在採購上會出一些問題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今天講那個字型其實是很遠的事情 你要先解決一個東西叫字幕機 那很尷尬的地方是 絕大多數的字幕機 都是針對像Big 5 對沒有聽錯就是Big 5 我們到UniCourse都還在講Big 5 有沒有覺得難過對不對 歡迎來到台灣 那這個東西應該還會存在個十年 應該還會活著 所以你就想 我們要解決一個很難的東西叫字幕機 那字幕機背後涉及到 剛剛講的採購 所以這個東西是 我不能再繼續講的東西 所以對我們來講的話 比較麻煩的地方是 我們要怎麼去跟這些廠商去溝通 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所以我必須跟你講說 這東西大概沒辦法什麼改善 但是我們只能藉由找到 比較合適的這個字幕機廠商 那另外一種變通方法就是說 那我不透過這種LED的 我們改用什麼 用LCD的 那LCD的話呢 就有個好處就是說 因為你全部每個Pixel 都可以自己控制嘛 所以你可能用一些 Google的Note phone 或者其他的這個 像這個 像這個 像那個Bistring 那種 就是一些 開放授權的字體 這是有機會的 但是 這件事又涉及到採購法 所以整件事我 對我來講 做這個台鐵車專輯 其實有確定的是 其實我們做Portyping很簡單 就是拿一個 你懂嗎 拿一個那個樹莓牌 那一個學生就把Portyping做出來了 但是 我們做每件事都要考慮到採購 每件事都要考慮到 我們要去訂一個規範 然後還有幫你說 你還想一個件事叫做 傳遞資料 那事實上呢 車廂跟車廂之間的資料傳遞 它不是透過TCPIP 對你沒聽錯 它是用什麼東西傳的 就是用電報那種東西傳 對 就是那種線 是嗎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好你不懂 好那就是說 就是你想要就是說 用一個非常慢的傳輸 你的TCPIP 如果是10Mb 100Mb 那個非常慢的線 傳遞多快呢 每秒256個bit 這種 所以它是用非常慢的方式去傳遞 因為你說為什麼不敢用TCPIP 好 那它有好多問題 你要知道一件事 整個車廂它是48伏特的高壓電 好 所以這個涉及到什麼 涉及到安全規範 畢竟都是會出人命的 所以那個 它必須用最 一般來說 最保守的方式去做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你如果你要換字體 或是說你要把那個韓文字 或是日文字把它加進來 你就會涉及到一個 就是訊息更新的問題 因為你會認為說 一個Pixel 跟著一個Pixel去傳遞 對 沒錯 網路夠快的時候 你用YouTube打開 這網路夠快是沒問題的 但是我剛剛講過 它的字體傳遞 它是用非常慢的網路 那為什麼要用非常慢的網路 因為它是要一個超低延遲 TCPIP的重點就是 它的分位是可以拉很大 但是它的延遲就會 真的要擴大 那如果你說 你注意去看那個 搭一些列車 像普悠馬 你就發現很酷的事情 就是它的 有時候會發生那個 廣播到一半的時候 那個字體就停下來 不然就是什麼 字體在根系的時候 聲音停下來 就是遇到這種頻寬問題 所以你看到說 我們講那麼多 都還沒有講到你最愛的字體 對吧 所以你會覺得很挫折 對 這是為什麼 需要把這個東西 公開跟大家討論 其實 這也是過去承包廠商 過去像台鐵 還有像我們這種 一般的這種資訊人 我不知道這樣講對不對 就像我們這 活在數位的實踐 那剛才講的 很多都是類比的 48伏特 然後各式資料傳輸 還有那個什麼 線材怎麼去更新 它老化的問題 還有被雷擊 遇到雷擊 你要做什麼處置 所以你看 我們今天講這個 叫做旅客資訊系統 縮寫叫PIF 就是PIF 這個PIF 跟Peace Innovation Foundation 是不一樣的PIF 就是講這個 旅客資訊系統 所以它其實背後 花很多心思是這種 硬體的東西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一般那個 很多人每天都看這些 台鐵的技術建設 那很多人都會寫程式 但是沒辦法涉入的前提 就是因為它的這個 硬體的規範 其實很麻煩 但是我覺得 今年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因為我們現在有很多 開放的硬體 然後再來是有 越來越多這種公司 就是我說國外的公司 它也開始去用一些 開放的規格去做事 所以對我來講的話 這件事有機會改變 所以我們在這個台鐵提案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就把剛剛那個 很慢的網路建設把它換掉 直接換成那個TCPIP 換成那個以太網路的基礎建設 然後我們在這上面去改善 它的那個資料傳遞 那但是很不希望 字體這件事 大概是很後期的事情 我們還是從那個 資料傳遞開始 好 謝謝Jaser 下一個問題是要問愛戴義的 想問Liz 愛戴義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或機制來鼓勵民眾 貢獻各自的專長 加入到愛戴義的編輯中 以及如何保證 找證民眾的貢獻質量 例如如何保證 民眾貢獻的例句和詞語 是正確的 第一個問題就是 真的 市街上去鼓勵和拜託 賣我的民主 沒有啦 有的人覺得 他就自動會來講獻 後來我也發現說 會我沒有認識的人 不知道哪裡來的人 講獻的人 也越來越多 這只能夠退說 無情我沒有什麼新的辦法 如果你有新的辦法請來跟我說 再來就是 要怎麼保證一量 就是說要怎麼 人生的感情真的健康 我剛才有說到說 很多人他可能會不會寫台語字 還是說他寫的可能不對 我現在的方式其實是很老 沒有啦 就是我們用Google Google的標單 標單 用 就是 工人書跟 你若是在愛台語的網站上面 貢獻一個公款 這個時候就會團去Google search的頂頭 我們有一個頂頭 就是對這個台語字比較熟的人 他看到後 他會把你的字 改造健康的字 改造後 他後我簽名 就是我打工這個 有一個頂尾就是 簽名的頂尾 現在每天 會去抓 每天再去三點的時候 會去抓 抓說這條 如果有人告對過 他就送去前段 不過這個方式 他管理很無力便 就是說 有九萬 那速度是有九萬 這也是我剛才上輩子說的 未來我很希望 把這個政規劃 這個東西 這頂 過程這個頂尾 用到國下 主動化 就像 政治現金的專欄 那種方式 那種方式的好處就是 我可以設定 你現在兩個人去告對 對不對 你現在兩個人拍的是 完全一樣 我這麼勝利是有告對過 我就不用再檢查了 這樣也可以 控制說 有的人他真的會不會死 好 不過這個問題 問這個問題的人 應該是想說 他的反應 若是無症 沒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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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我個人是這樣 我覺得 我對議員的幾 我對議員的幾環 這件事 其實沒有那麼要求 因為議員就是一直在變 一直在變 一直在變的東西 尤其是我們這些俗世的議員 你要希望人來討 希望人來講 已經不符了 人不太說 不太說 你就說人這樣說不對 這樣說不對 有人這樣堅持 不過我個人 沒有關係 走這種方式 開始 整個愛台語的網站 到後 我才知道 原來有一個東西 叫做Urban Dictionary 我看到 我看到 我看到那個時候 就是 AU用那個網站 給我看 我真的覺得很高興 原來 我的生活在地球的另一邊 已經有人做出來 你怎麼會去說 Urban Dictionary 你裡面的改水 有問題 你不會去到 你不會去到 他真的坐 對不對 所以其實說 當然如果是 素養價素養 到一定的程度後 像我們有投票的記者 你真的有人提供 那種很奇怪的內容 第一 他告訴他 他不會過 在告訴他 他不會過 第一就是 你可以去說 你這樣說怪怪 怎麼可以利用 觀眾的力量 去說 你這樣說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 不用擔心的 我們時間的關係 大概還可以再問兩個問題 現場有一位 抱歉 我要補充一下 關於剛才對台語文的論點 台語文是一個弱勢語言 對不對 那有些人會在意正統性 有些人不會 那我剛才是對 那個問題本身的用詞 非常在意 詳細有些聽眾已經看到了 就是我們在說 一個詞條 它是一個詞條的水準 一個詞條的品質 而不是一個詞條的質量 就如同說 還誰職業病 如同說 那個 我們同樣的普通話 在不同地方 會有不同的演變 不同的詞彙用語 那我覺得在台灣這樣子的 我們對於某些詞彙的翻譯 例如像是 Quality 會變成質量 還是變成品質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用法 我想這可能也是 大家可以用群眾力量來考慮一下 我們想要保存這個variation 還是我們要拒絕這個variation 我們要使用質量 還是使用品質 這樣子 有些大家可以 剛剛有提到這個話題 順便補充一下 好 謝謝這位觀眾 還有其他問題嗎 那我們繼續 slido上面的問題 下一個還是slido的問題 要問list 在台語這麼多拼音法裡面 最推薦的拼音法 以及為什麼推薦的理由 我要是最推薦 現在有報告的台羅 理由 我在在公別上頭 已經有帶一篇文字 那篇文字很好看 它叫做 想學寫台語羅馬字 但不知道要選白話字或台羅 那你知道早就喬好了嗎 它這是一個 說是世界大專案的主筆 叫做集英成 它所寫的一篇文字 現在這篇文字的時候 也和我討論很久的 裡面有台語的拼音 它制定的過程和它的好處 大家可以去看這篇文字 我們省時間 好 謝謝 下一個問題是liz 想請問liz 除了架構網站 提供網友搜尋想要的資料之外 是否有其他推廣台語的計畫 例如與媒體合作 或是實體活動 這條我也剛才有在上面 之前我辦過五次的台語送 後來就不去了 我希望以後可以繼續辦 我也有想過 之前PACE也有來找我 其實我們可以去和一些 去合作 很多啦 其實這些生活真的很多 不過目前就是我只有一千人而已 我很希望有幸福的人 可以出來做這件事 甚至就是我剛才說的 跟未來我們有可能去合作 來設一個 經營愛台語的專制的經營者 我很希望可以做到這點 如果有一個專制的經營者 真的有很多idea都可以做 每禮拜啦 甚至一禮拜兩三次的台語活動 那都不是問題 我已經都有很多家位在我頭下裡了 好的 下一個問題 這就比較挑戰一點 想要知道 待會有沒有台語思念 為何需要什麼 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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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例子回答 現在的版本的網站是 我想看看 97年 2008年的時候 改版做出來的 用到時間 就是已經10天的時間 這個網站沒有改版過 當初是因為經費的關係 就是用 就是當時的技術下的 說起來已經很厲害了 經過10年 現在在用到這幾年 才開始出這個問題 而且 這說起來沒關係 而且他現在的問題 不是停息 不是Code本身的問題 是因為 放這個停息的Server 他本身的作業系統 在到沒有Server裡面 放這台的機器 他的作業系統太久 不知道什麼原因 我真的跟他說過 我都聽不懂 不知道什麼原因 那個作業系統 沒辦法生氣 因為沒辦法生氣 就有很多維護 沒辦法做 所以就一直都出問題 沒辦法改管 實在說 我會了解 尊重到有報的網站 現在已經有在發表 有在做 要改版就對了 不過我覺得很可笑 就是說 剛才 你也說 就是政府 你要做事情 你一定要拆架 你若是拆架 第一就是 他有時間性 什麼七天 如果 一般你們這些厲害的工廠寺 誰人會去政府採購網 去看東西 政府採購網 你不會去看 你不會去接政府的案 政府還要做什麼 拍照要死 沒什麼錢 要賺了 尤其一大堆 行辦人員 還不可以吃 很會氣 我完全了解 所以說 會去接政府的 系統的案 組成公司 說實在 我感覺他們對這些東西 沒什麼接受 他們就是把這個東西做出來 對 就是 所以這個 我也沒辦法 就是 現在現出時 已經把這個 改版的這個案 表記的這間公司 是已經公佈了 大家查一下就查得到 如果有人 在裡面的工廠寺 拜託 現在他們打招 就是 這就 不過沒關係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 明天有台記版 有台記名電嘛 現在 現在名電上台 台記版的那個資料 已經含 到沒有那邊的資料 已經完全是 都沒有最新的 所以你如果是覺得 九點的 這個手機要辦 很難用 我們就用名電就好了 好 好 謝謝三位講者 也謝謝大家的參與 我們這一鬼議程 就到今天 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